回到服務處整理物品 代表民眾黨選三名區議員失利 服務處任務將告一段落 李嘉玲有些心聲不吐不快 他跟我強調說 因為高雄的特製費比較多 議員的特製費比較多 所以希望呢 我可以播零點五到一個人的薪水 也就是說如果黨部裡面 有一個某一個助理 他的薪水是三萬塊的話 我可能要播一萬五到三萬塊 就看我自己的誠意了 爆料槓上民眾黨高雄市黨部主委 馮啟宴拒簽選戰期間 馮啟宴拿出的竊節書 反專PO文寫出內容 第一點順利選上議員後 要捐款給高雄黨部十萬元以上 但第二點卻提到選上議員後 議會助理要保留一個名額 給高雄黨部的幹部們 第三點爭議更大 白話文就是要簽名同意 當選後會架領助理費 用來支付高雄市黨部的助理薪水 我想這個根本就是要我 挪用這些特製費 用其他的瞑目來補你這一塊的薪水 人家還是透過律師看過的內容 絕對絕對沒有去提到任何所謂的助理 特製費用這件事情 李嘉玲口中竊節書內容遭馮啟宴 反駁雙方隔空對話沒有交集 代表民眾黨選過立委和議員李嘉玲 再呼籲高雄市黨部主委馮啟宴 立刻辭職 連任黨主席的柯文哲這麼說 民眾黨在高雄鬧內鬨 黨內對議員助理費的態度又出現問號 事發後 馮啟宴也PO文 亦有所指 請不要因為選舉 就跟周圍的朋友鬧翻了 回顧選戰進行時 柯文哲到高雄浮選 馮啟宴會站起李嘉玲站在一旁 選後茶壺風暴台面話 三地新聞主委達翁玉文高雄報導